明天女士 与您一同开窗光明自在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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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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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种智慧的累积 所以最后他成佛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弥勒菩萨的经典 你就知道说释迦牟尼佛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他修了叫南行道成佛 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要修南行很困难 所以大家喜欢修异行道 就比较容易的 没有痛苦的 但是南行道虽然很难 但是他快成佛 异行道虽然比较容易 但是他慢成佛 所以各位是要快还是要慢 就像你的母亲在生病 你都希望快一点 他不要痛 这样而已 就像你儿子在生病 你希望他赶快一点都没痛苦 你会很急 所以弥勒菩萨比 释迦牟尼佛早发成佛的心 但是却比释迦牟尼佛慢了九节才成佛 这个九节 各位算起来就是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世界 因为他修的是异成道 所谓异成道 他就是比较不用这么苦 布施眼睛 挖骨髓 替众生死 承担众生所有痛苦 那弥勒菩萨的异行道是什么 他虽然没有替众生受苦 但是他用菩提心替众生拜颤 拜颤 这个意思 任何众生造业 他就替他拜颤 替他颤悔 那当然忏悔就不用这么苦 只要一个虔诚的心 这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无论如何 每一个佛 他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念下来 脱离轮回 生死自在 解脱成佛 普渡众生 我想现场的人 哪怕你是台湾首富 你还是要生老病死 一生病很苦 死亡之前更苦 放不下 生下来也苦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不想要痛苦 想要快乐 偏偏偏我们大家不小心就会跌倒 不小心就会感冒 不小心就会拉肚子 而且完全没准备的医生就会说 你可能得癌症 甚至开车也会撞死 这个世间所有存在的就像 天气变化一样 跟政治变化一样 这个世间唯一不变的真理是什么 念一下 什么都会改变 这就是真理 但是偏偏很多人都希望 他不要改变 要抓住他 那各位这是错误的观念 念一下佛陀讲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凡事存在的都一定是 生生灭灭变化的 这是自然的现象 所以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那你对这个世间的所有变化无常 男女关系 爱情关系 金钱 股票 政治 你已经接受它的变化了 这个生灭灭讲的是自己的心态 生灭变化讲的是世间的一切存在 再爱的感情也会分开 再高的地位也会下来 再多的钱带不走 凡事有生命都会死亡 这佛陀一直强调我们的叫 真理的四非常计 这个世间 万法都是不永恒的叫非常 非永恒的叫非常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想要去改变它 想要去主宰它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基本上现在很多人 有时候在问我们 师父我儿子怎么办 师父我先生怎么办 师父我们那个事业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都跟我们的说法 佛陀讲的是真的 这个世间你做皇帝也好 做乞丐也好 都是在苦的状态 那唯有内心里面 顺其自然 这是世间的想法 我们佛教叫什么来 一切随缘 长寿有长寿的姻缘 富贵有富贵的姻缘 升天有升天的姻缘 别人长得比你漂亮 是人家着重的姻缘 你也不用羡慕 你只要知道这个姻缘 去改变就好 但是你要接受你自己的姻缘 当然我有时候去祝念 有些二十几岁就死了 有些三十几岁就死了 有时候我们跟他 故意在开世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 师父不甘愿 为什么人家可以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 医生就说我会死 这么痛苦 当然 基本上他一定要 听闻佛法 他还能够放下 念一下 相信因果 夜报显现 所以每个人 有自己造的夜 跟唱歌一样 声音不一样 眼神不一样 外表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那这些都是一种夜的报应 这个什么叫夜 夜就是你的身体的行为 嘴巴的行为 心态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心态 引导到你的嘴巴 跟身体的行为 跟对待别人的方式 你对待别人不好 那你所守到的夜报很可怕 那天我在网路看到一个人 生下来就没手没脚 他妈妈讲了就哭啊 如何带这个小孩子 虽然他没手没脚 但是他还很想跳舞 他也很想交女朋友 他还用他没手没脚的样子去跳舞 各种方法 那为什么会会没手没脚 那我帮他查了一下 因为他过去断人手脚 就这么简单而已 就像各位 你把青蛙抓过来 你也可以把它切掉 所以你把一只狗烧 然后让它扒皮 然后慢慢死掉 那将来你就会变成一种 被放火慢慢烧死的果报 这样而已 所以今天你眼睛很漂亮 因为你经常让人家看到好的 你经常要好的眼神去看别人 你的眼神就很好 今天你嘴巴很会唱歌 很会说话 那是因为你经常赞叹别人 不骂人 不骗人 所以你口才好 声音好 就是这样而已 今天你很有钱 那因为你喜欢用钱去做善事 就要各位供养三宝 帮助贫穷 我们今天放几只猪啊 十只猪 一只猪九千块 我认为救猪倒容易 养猪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这十只猪要送到我们的护城沿区 还要申请很久了 排队 因为我们叫猪满为患 实在没地方了 实在没地方 就算有地方谁要去养猪 以后来找我出家 先养猪两年 再来出家 因为谁要去养猪呢 很苦很臭 但是今天救了十只猪 今天救了三百只要被杀的鸡 今天救了五百公斤的 这些银藏鱼 今天救了多少只蛇 记得吗 两百多只 大蟒蛇 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 当然这是知道的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天天放生群 没有间断过 为什么 因为这是钱买来的 赚钱很辛苦 但是你现在想一想 赚钱可以救命 这个钱有意义 这个命 人的生命 儿子的生命 一只鱼的生命 一只鸟的生命 都是平等的 这一点各位先要建立很好的观念 来 生命平等 无有分别 都想离苦得乐 这是真理 所以在这一点 你要得到快乐的生命 来自于让其他的众生快乐 因为生命平等 所以佛陀才会说 世间布施的功德 不如供养三宝的功德 但是呢 你把所有佛像都贴金 做成黄金的 在这个世界每个角落都造佛 打盖佛式的功德 那还不如持戒的功德 那佛陀这样讲 不是叫我们不要布施持戒就好 而是说 你要成为一个佛陀 你要有每一种功德 它是每一种功德 那么会随着你的了解 所以动机 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今天不杀生 我决定这辈子不杀生 那全宇宙的人跟动物的生命 包括一只小蚂蚁 小蚊子 但你面前都不会怕 都得到生命的保障 那个功德超过一 一亿美金的布施了 因为你对的是 整个法界众生发心 所以 当然 那持戒的功德这么大 佛陀说 还不如忍入了功德 所以你除了不伤害众生 但是 别人故意骂你 打你 你都能够忍不生气 那个福报 又大过于不失慈见的功德 当然 佛陀最后讲到的是 慈悲的功德 大于所有功德 但是一个人要得到大慈大悲 一定要有 念一下 空性的智慧 什么叫空性 念一下 万法平等 众生平等 无有分别 这个是最高的 所以叫智慧如虚空 当你有智慧 那这个天空 比喻吧 可以包容一切 大便也好 漂亮的花也好 黄金珠宝也好 垃圾也好 对虚空来讲 它没有分别的 装载在这边 所以你要有这种 空性